上当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观 最近呢 加拿大的野火草木灰把美国整蒙了 前两天山哥去法拉盛缅街找朋友 一股的焦糊味是迎面而来啊 嗓子立马就开壳了 看街上大批的老乡对着灰秃秃的天空在拍视频 以为有飞碟来访啊 顺着一看 哦 太阳成红的了 不过呢 这要被网红上传 肯定要惊呼 写日啊 不祥之兆 祥不祥的咱不知道 山哥这嗓子是好几天没恢复 今天呢 好点 赶紧补功课给各位看官 咱来说一位最早走线的前辈 经历是相当的传奇 一点不亚于当下的大批小哥大姐穿越亚马逊雨林 好 开讲前还是先请大家点赞订阅按小铃铛啊 谢了 书归正本 可能有老乡记的美国大片 《肖深刻的救赎》中的一句经典台词 有些鸟是永远关不住的 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 这句话是服刑40年的瑞德对蒙冤入狱的银行家安迪的观感 安迪呢 被关押了19年 然而他从来没有失去对自由的渴望 最终通过用石锤一点一点的开挖出来的通道 逃离了监狱 奔向了自由 但这部震撼作品毕竟是以Steven King 1982年的中篇小说改编的剧情片 今天呢 咱们给大伙呈现的就更震撼 因为它是咱们苦难中国的真人真事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那黑暗的岁月中 也有一位像虚拟人物肖申克一样的博学多才蒙冤入狱的中国人 也从没有忘记对自由的追求 他呢 一次次越狱 并且在第四次越狱的时候成功得托 在上天的眷顾下 逃入了邻国蒙古 他越狱的故事堪称是一段传奇啊 在蒙古国被以非法越境罪监禁一年之后 他得以在蒙古工作结婚生子 到了八十年代 他得知自己被平反了 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中国 他的名字叫徐洪词 关于他的故事呢 2011年上海电视台纪时频道往事专栏 先后制作了《月狱》《徐洪词》《月狱之后》等等系列专题片》 2005年由知名记者胡展芬执笔的《徐洪词》《口述时录》冲出劳改营 别名叫做《永不服罪》出版了 书中记录了他那段传奇经历 现在咱们就讲讲这个故事 徐洪词1933年出生 父亲是一位在外国商行工作的经理 同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一样 家境殷实的徐洪词接受了良好教育 同时呢 他也接受了共党蛊惑人心的宣传 1948年 徐洪词才15岁 他就加入了共党 参加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 1951年 他18岁就已经成为共党中央华东局团工委统战部的干部 两年之后 徐洪词参加了中国新民族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共党匪首的接见 此时的徐洪词年仅20岁 看上去呢 是前途无量啊 1954年 21岁的徐洪词作为吊干生 进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 他身高一米八 风度翩翩又成绩优异 是公认的高材生 还能熟练运用英、德、俄三国语言 用当下的话说 那就是妥妥的学霸和女生心目中的校草偶像啊 然而 徐洪词在政治上却很幼稚 1956年 老毛因为担心匈牙利知识分子要求自由反抗政府事件在中国发生 以及苏联对斯大林氏的批判在中共党内引发混乱 他就采取引蛇出动的方式 假惺惺的号召中国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 此举一下就将憋坏了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不满情绪引爆了 小徐所在的上海第一医学院 当时也号召大家对国家和单位提意见 可以大鸣大放 有着独立思想的徐洪词早就对一些事不满了 我们说他幼稚 就是说他政治上太嫩 误以为共党真的会接受批评 于是他就联络了14个同学 草拟了针对共党和学校的51条意见 贴在学校的外墙上 一举带动了全校贴大字报的热潮 让徐洪词和成千上万出于善意 给共党提意见的人没想到的是 老毛达到自己引蛇出动的目的之后 在1957年6月发起了反右运动 徐洪词也被人民日报点了名的批判 人日发表了上海医学院3000同学 声讨叛徒徐洪词 点名批判徐洪词 为右派分子叛徒 并称徐的叛党行为 受到该校另一右派分子 范日新的支持 51条是他人民叛徒的罪证 各位听听这名头 那时候谁受得了啊 雪上加霜的是 他的女友也举报了他 这跟现在很像吧 号称徐洪词和他说过 到底是我正确还是毛泽东正确 300年以后见分晓 如果我在这待不下去 我就想出国 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分国界力 就这两句话 徐洪词被打成极右分子 开除党籍学籍 送往安徽省 由上海管辖的 叫做白毛岭的农场劳改 反右运动1958年5月结束 上集咱们也说过 全国有317万8470人 被定为右派分子 其中党员右派27万多 高等院校的学生右派2万多 反右运动中 非正常死亡的有4117人 当然了 这些只是非常保守的表面数字 这些本来的精英分子群体 命运之惨 或被迫害致死 或是生不如死 家属和子女 沦为低端后代之不堪 我们说过不少个案了 今天咱们说的这位小徐 是个侥幸逃脱 活下来的大大的例外 不过呢 这和他坚强的意志 有超大的关联 和绝大多数右派不同的是 对自由的向往 对命运的不屈服 让徐洪辞选择抗争 具体点说呢 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越狱 和萧绳科很像哈 1958年徐洪辞被押送到了 白毛岭劳改农场 开始呢 他还抱着一线希望 希望学校可以拯救他出苦海 他就写信给学校领导求助 但是遭到了时任校党委副书记 吕绵义的断然拒绝 徐洪辞的母亲王亚梅 替儿子是奔走呼嚎 知道吕绵义的态度之后 立声质问 我儿子国民党的时候 被你们培养成了党员 今天怎么又成了右派 你们难道就没有责任吗 吕绵义这货呢 则是装聋作哑 一言不发 不愿认罪的徐洪辞 一下心就凉了 他就决定越狱 离开中国 而他的大胆的想法 得到了同在劳改营的育友 也被划成极右派的 徐湘斋的认同 徐湘斋是华东师范大学 俄语专业的高材生 1958年12月4号的清晨 因为劳改农场看守不严 俩人越狱成功 这是徐洪辞的第一次越狱 徐洪辞原来打算从西藏逃往印度 再从印度设法去香港 但他没钱呢 不能要着饭走线吧 必须回到上海 母亲那里取得盘缠 俩人就从安徽步行到四安 再坐大巴和火车抵达了上海 从母亲那里拿到全部积蓄500块人民币之后 徐洪辞回到火车站睡觉 然而 因为他没有证明在车站他遭到了警察的盘问 他就寻机翻窗逃跑了 如果他头也不回的离开上海向南走 可能命运就会不同 但因为他还想再见母亲一面 便又折回了家中 结果被守株带兔的便衣抓住了 押送回了劳改农场 小伙就被关进了禁闭室 并且被警告 如果再越狱 可以当场击毙你 和徐洪辞一起关在禁闭室的 还有其他三个人 那个时候禁闭室呢 和现在共党监狱中 狭小的不见天日的禁闭室 还不太一样 其实就是农场仓库 里边储藏着数万斤的花生 无聊的四个人 是常常一起边嗑花生边聊天 因为吃多了呢 就都闹起了肚子 时常要打报告上厕所 看守这时候就很不耐烦 这也就让徐洪辞又找到了逃跑机会 1959年1月27号的深夜 小徐借上厕所 看守松懈的机会 爬上了三米的高墙跳下去 之后便消失在了夜色中 这说明啥呢 徐洪辞的身体还不是一般的矫健 由于当时没有路灯探照灯 农场看守就胡乱开了几枪 打着手电筒搜了搜 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自然呢 也是找不到徐洪辞的影子 这第二次越狱后的徐洪辞 步行到了五湖 再坐车到上海 又从母亲那里拿到钱之后 南下云南 本来打算从云南进入缅甸之后再说 因为当时西藏正在发生反抗共党的暴动 到云南边境卢水之后 外地口音的徐洪辞和他拉里拉他的外表 引起了边防警察的注意 他就再次被抓了 徐洪辞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 说了个话名李卓丹 卢水条子因为还没搞清他的身份 便没有把他送回安徽劳改农场 而是暂时关在了当地一幢有两层小楼的底层 如果那个时候有现在的大数据就惨了 也就没有徐洪辞后边的故事了 关押徐洪辞的求是外边就是黎贡山 黎贡山后边就是缅甸 离边境如此之近的徐洪辞 不愿意放弃这样一个逃跑的机会 他经过观察 发现求是围墙是土夯的 用木桩来固定墙机 而木桩间的缝隙可以钻过去一个人 这样他就开始凿墙挖洞 并且力争在警方确认他的身份之前越狱 经过了四天的不懈努力 墙终于打通了 但徐洪辞的手刚伸过去 就被步枪上的刺刀刺穿了手背 原来条子们早就发现了他越狱的企图 却故意因着不吭气 是真够流氓的 小徐不仅遭到了一顿毒打 还在1960年被卢水县法院判了六年刑 此时当地的官方已经查到了他的身份 之所以没有枪毙他 是因为宦官们发现徐洪辞懂得英德俄三国文字 又精通医学 这在卢水这样的边境地区是十分的罕见呢 因此决定留下他 以备使用 三次越狱 三次失败 看着有点倒霉是吧 可您别忘了 那句话怎么约来的 失败是成功他母亲呢 好 小徐最后一次怎么成功认出去的 且听下回分解 各位看官 咱们下集再见 咱们下集见